今天要說的是,移民臺灣 大家好,我是Bee 我今天會用很簡短的幾分鐘分享移民臺灣的經驗 因為Bee之前分享的影片都是快速拿到臺灣護照的方法 但是我最近身邊很多臺灣跟香港的朋友 希望我分享怎麼樣移民去臺灣 特別是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之後 香港人都在關心怎麼移民 或怎麼拿到國外的綠卡 我在2018年跟2017年一方身邊的朋友移民到臺灣 拿到臺灣的居留證 但是我發現很多香港人都不了解臺灣 不知道怎麼拿到臺灣身份 而且有些香港的移民公司的做法 我也不認同 所以這個影片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用比較適當的成本 而且正確的方式拿到臺灣的身份 臺灣投資移民在網路上已經可以查到很多的資料 重複的內容我就不多說 我在這個影片裡會分享兩個很重要的知識 跟三個一般人不會告訴你的秘訣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在下方按個讚 這是我第一次做了臺灣移民的分享 超過200個讚 我會在下個影片做更多深度的分享 以及你可能不需要投資就可以拿到臺灣綠卡的方法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Let's go 首先跟大家顧及臺灣投資移民必須的兩個條件 就是投資金台幣600萬 跟在你取得中華民國護照之前 明年必須保持公正的營運 現在我們開始講兩個很重要的知識 第一 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來說 把外國人主要分成三種 港澳人士 大陸地區人士 以及外國人士 港澳地區人士指的是 你只擁有港澳地區的身份 包括永久居民身份證 以及香港或澳門或BNO的護照 如果你同時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 你就會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外國人士 而非港澳人士 對於臺灣來說 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如果你是港澳人士 在移民署的角度上 你會有很多優待 港澳人士在持有綠卡滿一年之後 如果離開臺灣沒有超過30天 就可以拿到臺灣護照 並且保持香港的護照 這是針對港澳人士才有的特別待遇 外國人需要5年的時間 並且放棄原本的國籍 申請規劃陸籍中華民國 才可以拿到臺灣的護照 而大陸地區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才能拿到臺灣的護照 臺灣的綠卡指的就是臺灣的居留證 臺灣是一個中時人權跟法制的地方 所以說拿到綠卡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這邊就是講投資移民拿到的身份 為了方便我都直接說綠卡 從臺灣移民署來看 一個外國人到臺灣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停留 一種是居留 一種是定居 所謂的停留我們可以當作是 旅遊簽證來看比較好理解 居留就是綠卡 定居就是正式入籍成為臺灣的公民 在臺灣當你申請定居批準之後 通常當天或隔天 你就可以申請中華民國身份證 並且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我這邊舉個例子 有個廣州的朋友下來香港玩 他這個行為在臺灣就叫做停留 因為這是一個旅遊簽證 後來他在香港投資移民 取得了一個香港身份證 而這個行為在臺灣就叫做居留 臺灣會發一張居留證給他 也就是綠卡 7年之後他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個身份在臺灣就叫做定居 就可以拿臺灣護照 此次裁判會因為你是港澳人士 中國道路人士 或者是外國人 需要的時間不同 不向香港固定都是7年 接著第二個 你可以帶多少家人過去 以中華民國的法律來說 如果你已經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可以幫你的直系親屬 還有配偶申請臺灣的綠卡 如果你是以投資移民的方式 拿到臺灣的綠卡 一直可以幫你的配偶 還有未成年的子女 申請臺灣的綠卡 舉個例子 今年的8月1號 你拿到臺灣的綠卡 你帶了你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到了臺灣 運卻住了一年之後 離開臺灣沒有超過30天 一年的這個時候 就可以拿到臺灣的護照 成為臺灣的公民 於是你就可以幫你的直系親屬 也就是你的父母 申請臺灣的綠卡 同樣一年之後 8月1號 如果他們在臺灣也沒有離開超過30天 他們就可以跟你拿到一樣的身份 然後這個身份之後 就可以幫他們的直系親屬 也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跟他們的父母 申請臺灣的綠卡 然後再過了一年 如果他們離開臺灣也沒超過30天 就可以成為臺灣的公民 拿到臺灣的護照 不過這邊舉個例子是指 你所有家庭政院 在中華民國的法律上 都認定為男後人士的前提下 如果你問我 你跟父母都是香港人 但是老婆在大陸 老婆的家人都在澳大利亞 一個小孩在美國出生 一個有英國籍 還有一個已成年 是跟前期生的 媳婦是外國人 弟弟的老婆有澳門跟葡萄牙護照 還有一個阿姨的媳婦的山叔公的姿子的 二嫂的唐兄弟的故障是台灣人 好 現在來講 三個一般人不會告訴你的秘密 第一 要透過哪裡的移民公司 你應該要直接透過台灣的移民公司 很多人問我 既然在香港 有沒有一定要透過香港的移民公司 不一定 根據台灣的法律 只有台灣的移民公司 有資格幫你提供移民的服務 就算是香港的公司 也需要透過台灣的移民公司來幫你辦理 也有人授權台灣的律師或會計師來辦理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跟台灣的移民公司有協議 而且畢竟你無論如何都會去台灣一趟 你為什麼不直接在台灣跟移民公司或律師 會計師簽約呢 而且如果發生了糾紛 也是用台灣的法律 香港的律師也不一定有辦法 第二 投資的六百萬台幣 是不是一定要全部花完 答案是不需要 台灣是個很人性化的社會 只要你在這一年內 合理的保持公司營運 並且滿足趨速條件 畢的朋友就是當初投資台灣拿到綠卡 後來因為供應上遇到了一些狀況 還有市場的改變 所以最後使用了八十萬台幣左右 拿了一個咖啡廳也沒有問題 第三有沒有像專業技術人才 可以直接拿綠卡的方式 答案是有 只要你屬於港澳人士 在政府的網站上 有超過二十種以上的專業技術人才 可以直接移民 比如說會計師 如果你領養會計師的證書 並且職業兩年以上 而且可以提供證明的文件 你就可以在台灣直接申請綠卡 畢最近有個朋友 我就叫他趕快把資料填一填 可以直接申請綠卡 一年之後 如何居住要求 同樣可以拿到台灣護照 其實可以移民台灣的方法還有很多 除了上面講的之外 可以在台灣讀書 工作都可以拿到台灣的身份 最重要的是 找到一個最適合你 你的家人 你的預算的方法 因為移民對每個家庭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大的規劃 希望必分享的內容 可以對你有些幫助 有任何最新的訊息 也歡迎跟我交流 也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台灣哪個城市最適合移民 還有你最想知道的哪些訊息 影片裡的內容 歡迎訂閱做支持 或者是按個讚 超過200個 我會分享台灣更有趣更深入的細節 有其他問題 歡迎交我微信或WhatsApp 我也會定期更新一些視頻給各位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